卢浮宫是什么建筑风格 卢浮宫是典型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 位于首都巴黎塞纳河畔 巴黎歌军院广场南侧 早在1546年 法国弗朗索瓦一世决定 在原城堡的基础上建造新的王宫 此后经过九位君主不断扩建 历时三百余年 形成一座城U字形的 宏伟辉煌的宫殿建筑群 据统计 卢浮宫宫殿共收藏有40多万件 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珍品 法国人将这些艺术珍品 根据其来源地和种类 分别在六大展馆中展出